第一百零一章 想占便宜没那么容易 他抢了我的礼服 那我的礼服呢 我今天晚上穿什么 你们姐妹俩 身材啊差不多 你就穿紫林身上这一套好了 省得再出去买浪费钱 毕竟呢 礼服都只是穿一次的 别浪费了 妈 你可真能占便宜 梁秀行从乡下带出来的吝啬 贪婪 小心眼 占便宜的性子 二十年都改不了 吃相这么难看 也不怕人家看着笑话 你怎么说话的 啊 妈这也是为了这个家 为你着想 你们读书 不用钱呢 这条裙子可是一千多呢 你以为很便宜吗 你从乡下刚回来 一千块的裙子 已经是天价了 你还想怎么样 就他那副三门星的样 穿一千块的礼服 便宜他了 他还不舍得这么贵的衣服给他穿呢 一千块 一千块穿一次的裙子 你都舍得给二妹买 给我买就成了浪费钱 啊 我这个女儿 果然是多余的 冷笑了声 芸汐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 哼 不过没关系 反正 我是个三门星 穿什么都一样 你能这么想就好了 不该是你的东西 你就别多想了 梁秀琴一脸的理所当然 他这么失去 省了他多费口舌了 既然妈这么想 我这个三门星的衣服 你不怕二妹穿了张慧切 礼服是给他的 他的东西 他当然不想让 也不容许别人来抢 但是 既然他抢了 那就别怪他为自己讨回公道 顺便再恶心一下他妈 云子灵这么急着做死 他就成全他 让今天晚上这出好戏 演得更精彩一点 哼 有什么晦气的 这不是没穿过吗 就这么决定了 晚上啊 你好好打扮打扮 可别丢我们家的脸 梁兽怡的 得了梁秀琴的好处 跟着出来踩芸汐一脚 芸汐啊 子灵妹妹气质比你好 更适合这条裙子 你啊 穿起来就像四伯像 可别出去丢人了 你就把裙子让给他吧 芸汐冷冷瞥了他一眼 细血的扯嘴角 行啊 既然二妹喜欢 那就给他穿好了 顿了顿 他挑眉走向云子灵 从云子灵身上的裙子里 放出还没有拆掉的标签 不过 你这条裙子 云子灵穿过了 我不要 云子灵听到 他妥协了 还不要裙子 他一下子占了两条裙 以为自己占得便宜了 正高兴着 没想到 芸汐后面就补了一句 妈把裙子的钱 折成现金给我好了 不然我没礼服穿 别人送我的 我可就不会让了 毕竟 这可是总统夫人 御用设计师的作品 比起你买的这一套 可贵了不知他多少倍 你想买 也未必能买得到 想占他便宜 没那么容易 他什么都吃 就是不吃亏 梁秀行一下子黑了脸 哎呀 裙子你不要就算了 你竟然还想要我折现金给你 凭什么 梁秀行本来就肉疼 今天花了那么多钱 能用云子灵身上这一套便宜的 换云西这套 更贵 更拿得出手的 他自然乐意 可他没想到 云西这个死丫头 竟然不要 还让他套钱 哼 没办法 我不穿别人穿过的东西 妈你要是舍不得这点小钱 那你自己花更多的钱 请邻近设计师 给二妹设计好了 反正她喜欢 可这套礼服是我的 我没钱 自然就只能用别人送的了 妈 得了这么个宝贝 云子灵自然不会放手 拉了拉梁秀琴的手臂 妈 捡要钱就给他钱好了 反正裙子我下次宴会还能穿 他想要 我还不想给呢 你就当一千多 买了邻近设计的裙子 根本就是我们赚了好吗 明天再说 感谢观看